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發現有一個年輕的孩子 他騎了機車 他正是左右搖擺的程度 完全沒有在前進 幾乎就要跌倒 那我就在想 這個如果誰看過去 事件這麼差 後面的車會不會因為他跌倒的時候 我小心就把他擰過去 所以我當時來決定 我可以幫他一點忙 在這個公共這麼大的一個民進大橋上 我可以載他過去 所以我就把車靠近他 開了前門跟他說 不要再騎了年輕人 然後再把車往前一點 然後後門的機車幫他放棄的心上 又被引大門嚇了一跳 機車不算公車滿不錯顆粒 上了車以後 第一時間就跟客人解釋 這個是錯誤示範 但是為了救人 我們就不拘小姐 然後客人也表示很新鮮 又從沒看過新鮮 關了門 要冷除去坐完以後 打了方向燈 我們就把車慢慢的開過 比起大小 等等是有點蛇氣 因為風塞太大了 然後過了起來就把他在明鮮大橋正上 靠著站面 把他放下來 然後跟他說 回家去 今天晚上不要再出來 真的很太危險了 然後他跟我說謝謝 就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 照相是每個人都會做的事情 只是剛小這個機會給的 我 或許不是個模範 但是我覺得我只是個釋放 這釋放告訴我們 其實我們都可以做的事情 我們千萬不要吝嗇 因為我們的 心是肉做的 就是媽媽說的 做的事情絕對有問題 一定可以感受到需要 都可以需要 很好的 沒問題